丰田首款纯电动车型BZ4X性能参数曝光 预计2022年中上市 本次广州车展获亮相 近日 丰田官方发布了旗下纯电动车型BZ4X的具体性能规格数据 同时也对外宣称丰田BZ4X将于2022年年中发布 将以2023款的名义推向市场正式发售 据悉也有可能在广州车展亮相 根据曝光的图片 丰田BZ4X的外形设计非常有线条感和立体感 并采用当前流行的双拼色悬浮顶设计 而且极具蔚来感的LED前大灯非常悉情 丰田BZ4X的整车身段比例非常具有平衡感 整体外轮廓也充分考虑空气动力学设计 以降低风阻 提升续航里程 充分兼顾造型和性能的达标 根据丰田官方发布的信息 丰田BZ4X的整车技术是丰田最新电动车技术平台 ETNG 比电池包屏放在底板下 而且电池结构上采用交叉框架结构 丰田宣称这能增加电池组的刚性 也有利于整车刚性和后悬挂的强度 丰田BZ4X 全区版最大输出功率150千瓦 电池组容量为71.4千瓦时 最大续航里程为250英里 而全区版本的最大输出功率为160千瓦 电池组容量较前区版本有所增加 达到72.8千瓦 但是续航里程还没公布 整体而言 丰田BZ4X的续航性能方面 较目前很多国产纯电动车型来说竞争力不足 不知道真正上市时是否会有进一步优化 丰田BZ4X长续航车型 CLTC续航里程是615公里 四驱车型是560公里 Model Y后驱版本 CLTC续航里程是545公里 长续航版本是660 高性能版本是615 从双方两驱车型来看 BZ4X似乎更好一些 而四驱车型却是Model Y更好 丰田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布设专用的充电设备 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充电桩 那么你的BZ4X就只能在三方充电站和别人抢位置了 而国内特斯拉专用的充电桩已经建了8000多个 在大城市随处可见 而且还在高速扩张中 专用充电桩的数量 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特斯拉车主的里程焦虑 目前特斯拉在长三角 珠三角等一些经济发达地区 已经可以轻易地进行长途旅行了 虽然BZ4X可以装太阳能充电板 但是那边电厅音乐还行 长途肯定不靠谱 所以从充电便利性这一环节来看 应该是特斯拉更好 这边是特斯拉专用的充电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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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特斯拉专用的充电桩